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up主的频道 还记得up主上期出的510的步枪套吗 那么那期之后up主就产生了一个极端的想法 就是伤害怎么高怎么来 直接来个暴毙套好不好 所以就出了今天这一套 真就是玻璃大炮 虽然说它的危害防护 生命值没有那一套那么多 生存能力没有那一套好 但是只要你杀得够快 管好原体耳朵有沟通好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轻易的倒地了 那么以下的截图全都是4K分辨率来截图 给大家讲一下我的思路 这些装备是我的背包里面拿得出手的最好的东西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本期视频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订阅 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全境二的最新攻略了 首先面具用的是奇特土篮面具 这个是第一赛季上司五级的奖励 那么有些玩家人品比较好拿的属性都是全满的 而我我的暴击伤害只有7.8%而已 插件方面的话 我加了一个1101%的暴击伤害的插件 目前这个土篮面具它是有团队争议的 也就是说假如你的队友也带了土篮面具 那么你也能享受到对方的土篮面具的增益效果 就比如说你触发了一个25%的暴击伤害的加成 那么它触发了一个25%的暴击概率的加成 那么你同时就可以获得25%的暴击伤害和暴击概率 是不是很爽 接下来我的背包用的是垂直科技的 这是我的背包里面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东西了 当然你们可以换其他的品牌 这个背包它同时有武器伤害暴击概率还有暴击伤害 那么我把天赋能吸成太阮字落 毕竟我比较喜欢狗掩体 能增上15%自然是挺好的 插水所以我就加了一个击伤回甲的插件 接下来背景用的是极品的天命完美玻璃大炮 有武器伤害暴击概率暴击伤害暴击伤害暴击伤害 而且还能增上30% 接下来手套也用的是天命 虽然说没有那么好 不过至少它的武器伤害和暴击概率还是挺高的 那么其实也可以换成影子集团的 不过我影子集团的手套没有那么好 接下来枪套也用的是天命的 有武器伤害暴击伤害还有武器控制力 你可以看到我整个套装多分配了一些位置给暴击伤 毕竟暴击的收益比较高 那么如果你枪法不好的话 你完全可以把这些暴击伤洗成暴击伤害 这种地方就比较自由 大家可以自由发挥 自己喜欢洗暴击伤害或者洗暴击伤害都是可以的 接下来互相的是散兵坑导磁 这个是霸主的具名装备 你可以看到第二项属性 有加15%的离开炎体目标的伤害 这个还是很赞的对吧 同时它还有武器伤害还有暴击伤害 接下来武器选择面的话就很广了 在这里up主推荐几个比较好用的步枪 首先是MKLG这把枪在去年2029年全剑二手发的时候 是把神枪后来预必把它给砍掉了 因为它太强了 那时候步枪暴击套是非常的流行 接下来配件的话 我选择了一个枪口自推器 也就是7062补伤器 这个的话放在枪口还是比较好的 接下来下导轨放了一个垂直握把 然后弹夹是加长弹夹 后来我习惯给MKLG加了数位瞄准机 因为有45%的暴击伤害 而且还能看得清远处的敌人打得比较准 这把MKLG的属性还是比较好的 你可以看到我的步枪伤害暴击伤害和暴击概率都是全满的 那么天赋是击杀可以获得40%的暴击伤害的加成 这个还是很给力的 这个天赋还是比较好用的 假如你在天赋触发的时候 在击杀一名敌人还能延长这个天赋的持续时间 这把MKLG的暴击伤害可以达到220万 那么打身体的话暴击可以达到123万 而且他的子弹又多伤害又高 缺点就是他的射速没有那么快 准度没有那么高 而且如果你和戴土篮面具的队友组队的话 这个伤害还能更高 接下来第二把武器是神射手步枪 也就是13一打 这把武器的枪杆非常的好 准度很高 而且声音很好听 我这时候也还没较准 是因为我在等一把更好的13一打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属性并不是特别好 对吧 那么他的天赋是完美的幸运级 也就是你在沿条面空枪的打不中敌人 是不会消耗子弹的 也就是无限子弹 这把13一打他能做到336万的暴头暴击伤害 而且如果你和戴土篮面具的队友组队的话 这个伤害还能更高 接下来我随身武器的换用的是这个小短型的现弹 这个皮肤超级好看的 这个是赛季奖励 接下来再推荐一把零发步枪 它叫726 它的320的射速恰到好处 比MK17的射速还快 枪杆更好声音更好听 而且回力表这个天赋挺不错的 伤害挺高 但是这把枪的当发伤害没有MK17 或者说这个13一打那么高 步枪码玩的就是一种瞬间爆发 它虽然说没有突击步枪或者清击枪 那个DPS那么稳定 但是呢 它的单发伤害非常的高 这把726 它的枪杆就类似于SVD 声音很好听 而且枪杆很好 在这里再额外提一下 还有一把步枪叫涌动 也就是novaC 它是给定工用的 你可以看这个天赋 接下来还有一把步枪叫艺术加工具 天赋倒是挺好的 其他方面的话就没有那么好了 职业的话 我选择的是射手 因为它有15%的暴头上加成 而且还可以提升15%的稳定度 你可以看得到 我这里是52%的暴击概率 94%的暴击伤害 161%的暴头伤害 如果你喜欢纯暴击的话 你完全可以做得到60%的暴击概率 100%多的暴击伤害 这都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在这里的话 它的总武器加成的显示 并不是很准确 它这里只显示了134% 实际上它还有一些天赋 没有算进去 算上太阳之落 还有玻璃大炮的话 我的总武器加成的是179%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其实UP主最近做装配视频没有那么积极了 毕竟去年我已经做了很多了 今天的话我只做我自己喜欢的套装的视频